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真的能够甚至有的人说这个云手机一旦成功之后呢就不需要台积电的这个芯片了生产的芯片了 那么也解决了华为没有手机CPU的这个芯片的问题 那么真的能够带来这么多好的影响吗 那么自从美国加紧对华为的制裁之后 那么华为就很难再取得手机芯片 所以华为的手机业务呢的的确确是处在一个艰难的困境当中 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都开始这个各种各样的想法 各种各样的提思妙想 总想着呢是不是有什么办法能够这个使华为呢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 那当然了最近呢就华为云 华为云就是华为云计算部门呢 那么就跟这个阿里云啊 还有亚马逊云啊 百度云啊 其实一个概念就是做云端计算的 那么这个呢华为云这个这个华为的一个业务板块呢 就发布了一个虚拟的云手机 那么这个手机一发布之后呢 因为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些呢也不一定懂啊 就觉得云手机好像挺神奇的 好像这个在云端 好像呢不需要我们在手上拿着一个手机了 对吧 那么其实我随便问一个问题 大家都就搞不清楚了 比如说你手机没有手机了 那么你怎么拍照 对吧云端你怎么拍照 你总归需要一个手机硬件 那又有朋友说了 哎我只需要一个很普通的硬件就可以了呀 我不需要CPU了 那我只需要有5G的网络连接模块连接到云端 对吧 那么大量的数据计算呢 在云端服务器计算完成返回 那么所有的游戏呀 这个应用呀 APP呀 全部在云端的虚拟的这个Android的操作系统里面就完成 哎那么当我手机里面呢 可以打电话接电话啊 可以有这个拍照等等一般性的功能 还有麦克风可以听音乐等等就OK了 所以呢我本地不需要那么高的CPU的配置啊 这听起来当然是OK 那么呢这个到底什么情况呢 我们呢今天就跟大家来好好的来分享啊 那么另外呢我在网上看到关于华为云手机发布之后呢 其实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 但是我今天呢可能有些东西呢 是要针对那些把这个云手机说的天花乱坠 好像这个非常高级非常高科技 然后呢这个可以解决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 甚至还有人说这个光刻机以后不需要了啊等等吧 那么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有点说过头了啊 远远没有到达那个程度啊 当然了你说华为云手机是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未来会不会是某一个应用场景里面会得到一些用户的喜欢 那么这一点呢我是认可的啊 我觉得呢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但是现在就说可以对现有的这个智能手机的产业格局产生多大的冲击 多大的影响 那么解决现在所面临的这种困境 我认为呢是这个有点呢这个说过头了啊 那么 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呢就跟大家来聊 哎什么是云手机啊到底是什么概念 首先要把这个这个华为云手机的概念和它的实际用途先弄清楚 很多朋友也听也听不太明白对吧 对于IT也不懂 那么就看看这个人这么说 看看那个人那么说 左说右说几次呢就把说晕掉了对吧 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未来的云手机它的应用啊到底会在哪些领域啊 是不是呢会越来越广泛 那么长久的看是不是对现有的啊手机的这个产业格局呢 产生一些替代性的影响啊 我个人认为呢如果放在更远的未来呢 不排除才有这种可能性啊 但是呢这个所谓百家争鸣对吧 你绝对很难说好像未来就是云手机的世界 那么这个呢也是言过其实 那么是否真的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啊 结合到5G之后 那么它的硬件在终端就开始降级啊 只需要呢用到服务器的计算 那么因此不需要很好的手机芯片呢 我个人的看法呢是有这种机会 但是呢它的本地呢也一定是需要CPU的 因为你有很多东西呢是需要在本地化处理的 那还有朋友说啊 以后呢都是全息投影的时代 什么叫全息投影的时代呢 大家看过这个电视里面啊 经常有很多科幻片对吧 那么就是在空气当中手这么一滑 哎然后呢在你的面前就像一块屏幕一样啊 所谓的全息投影你可以简单理解为 就像在空气当中啊做投影一样对吧 那么那个时候呢可能手机呢就是你的一个 呃像一个纽扣 或者是像一个一杆一杆一杆这个铅笔钢笔 类似于这样呢那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对吧 我们说技术上也未必都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到底有多少的市场潜力 那么好用吗等等 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呢需要去回答啊 一个idea啊一个实验室的产品 一个demo啊到一个推向市场的一个测试的验证阶段的 小批量的发布的产品到真正的大规模推网的产品 到受众万众欢迎就像对吧 华为推的这个Mate系列P系列的手机 或者是更更比如像这个苹果手机 哎这么多年哎这么多朋友喜欢 到这种程度其实呀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真的这个不是这个饭要一口一口吃还远着呢啊 那么要回答这些问题呢 我们还是这个回到一个科学的观点上 有些呢这个头脑风暴的东西呢 并不能代表当今的产业格局啊 可以想象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不同的玩法 当今的产业格局呢 你是不是马上就能够替代对吧 所以我们必须做到用科学的观点来看待一些 产业发展的这个方向速度节奏啊 这些东西都很重要啊 否则呢一个节奏不对呢就吹过头了 或者是呢这个没有跟上一个时代的发展啊 其实你看美国的5G 我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提到 他就是搞什么好那个毫米波对吧 像一步跨到6G时代的东西啊 这结果呢也做不成 那所以美国导致美国5G技术的落后 根本就不是美国研发能力不行啊 坦白来讲美国的研发能力是很强的 无论是硬件芯片设计 这个还有是他的理论研究 基础研究都很强的 但是呢他们就一口吃个胖子 总觉得我美国人对吧 我这么牛啊 我就我就不相信了 我就要干一个给你们都不一样的 我就要这个这个这个一把的做出来 就要寄精试做对吧 经验世界啊 当然这种精神是很牛的 对吧 结果呢 他的这个5G呢就搞不出来 他的这个整个的方向呢 就是就是技术路线方向就是搞错了 所以你看呢 欧洲和中国的从4G5G各方面的发展呢 其实一直越发展越好 你看这个中国的华为中心 还有大唐 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通信公司 那欧洲当然就是爱立信诺基亚这些公司 那美国以前还包括加拿大 以前的这个电信通信业务是很强大的 那为什么呢 这个走了下坡路呢 当然我讲这个原因呢 也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啊 那么不能以偏概全 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可能原因的可能啊 那么回过头来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是说 来看一看啊 就是华为搞的这个云手机 那么现在谈的人很多 我们呢就来这个好好的梳理梳理 那么给大家讲清楚 什么是云手机 能干什么等等之类的 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 那么还是回头回到头呢 我们说概念啊 就是说华为的云手机 到底是什么 那么 首先呢 云手机这个概念呢 它也不是这个什么新鲜玩意 对吧 它也不是华为第一个提出来的概念 它这个概念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啊 那么云手机呢 又叫做Cloud Phone 对吧 那么就是 就是云手机翻译过来 那么英文就是云端计算 云手机 那么 这个就是呢 将云计算技术啊 适用于网络终端的服务 那么通过云服务器呢 实现了云服务的手机啊 就是这么简单一个东西 呃 我们其实以前做这个手机操作系统开发的时候 在我们的电脑里面呢 就是我们写代码的时候都会有个电脑嘛 那么在这个你工作的电脑里面呢 会一般会要 这个软 这个代码需要编译 对吧 那么编译完之后呢 你需要去测试 你写的某一个代码的某一个功能的 呃 我们说它到底效果怎么样嘛 首先你自己程序员自己要自测 通常情况下 有 你也可以把这个编译完的代码呢 烧到你的 呃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安装到你的手机里面去 测试的手机里面去验证 其实 在你电脑的桌面里面 都有一个虚拟的手机 那么这个虚拟的手机 呃 也是可以把这个功能呢 代码这个编译完的东西呢 编译完的软件呢 直接放到那个手机里面去 做验证的 其实其实理论上来讲呢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那么 当然了 你实际放到这个 无论是虚拟手机 还是实际的手机之前 你可以呢 自己打断点 对吧 在代码里面做验证 这个呢 就是题外话 那么 不管怎样吧 其实就是一个云端计算的服务 就是我们说 把这些软件呀 各方面呢 你装到 你想一想 这些软件装到你的电脑里面 可以装到你自己的手机里面 可以 那么像华为他们这样的 阿力云这样的 这个云服务公司 他自己的云端服务器 他本身也是一个 就是一个硬件嘛 对吧 就是一个提供计算服务的硬件 那么这个硬件里面 当然也是可以装这些软件的 那么 所以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 你这个软件呢 在他的云服务器上面安装好 他当然做了一些开发的工作 对吧 那么 安装好之后呢 你在你的远端去调用这个软件 调用完之后 他告诉你一些结果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当然要求 你的网络速度要够好 对吧 其实就是这么个概念 没有什么特别深奥的东西 那么这样一个虚拟的手机呢 很多朋友就想了 哎呀 这个怎么用啊 对吧 好像有点 有点奇怪啊 因为 通常情况下呢 手机嘛 我们揣在口袋里面 对吧 想拍照拿出来 想听歌 拿出来听一听 想打电话 直接拨号码 打电话 那你这个云端手机 虚拟的一个东西 那你怎么用呢 其实通常情况下 就是你有一个 他的云端服务器的账号密码 然后呢 你需要用你的电脑 去登录 讲白了 登录完之后呢 一个虚拟的这个手机的画面 就会在你电脑里面出现 你就可以去使用了 讲白了 你本地并不是说 不需要硬件 当然需要硬件 对吧 那么就是你的电脑 当然了 未来呢 你也可以去用你的手机 去登录 对吧 这个呢 就是说 它完全就是一个云端的 虚拟的一个 这个手机 虚拟的一个 这个计算的服务 说到这里呢 就是说 这一类的手机呢 凭借它自己的 系统开发的 这个一般情况下 现在就是Android系统 那么还有厂家呢 所架设的一些 网络的终端 那么通过网络的服务呢 来帮助这些 终端的客户呢 就是我们的这些用户啊 去实现一些 我们原来手机上的一些功能 那么 当然很多朋友 在网上也看到了 对吧 有的人呢 他做那种 叫做什么 我还一会半会说不好 就是弄一大堆的手机 好像是在做营销 或者直播 类似于这种 搞的特别多 对吧 那么我如果说 可以在 这个华为 搞了一个云手机的话 那么一次性 我可以租非常多的手机 对吧 那么在一个电脑里面 或者是 一个大的 一个我自己的 一个什么终端设备里面 我就可以完整的去使用 那么这个在一些特殊的场景里面呢 可能是有它的这个价值的 那么云端手机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是因为呢 现在被提出的比较多呢 还是因为 5G时代的来临 主要是5G呢 能够带来比较快速的 网络连接 否则我们想一想啊 你比如说 打游戏 对吧 那么 或者是呢 传输一些 传输一些 比较这个量 就是说 比如多少兆 多少兆 每秒 对这个网速要求 比较高的一些APP的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又如果放在云端计算呢 其实也是 就是说 在你实际使用过程中的 体现不一定多好 那么现在5G时代来临了 所以说 它手机的 这种永远在线 那么这些特征呢 云计算的特征呢 那么把你的 现在的终端 就5G模块的 手机终端呢 把它连接起来之后 你用起来呢 也许你就会发现 它的速度呢 够快 对吧 网络连接呢 不会断 等等 那么这些呢 我个人的认为呢 还是面向未来的 就你现在 我不管怎么说 你现在的这个 华为发布的云手机 它还仅仅是一个 自测的阶段 而另外呢 中国的5G 5G的网络呢 其实你要说建起来了 可能在一线大城市 基本上呢 建了很多的基站了 对吧 还有很多很多的 其他地方呢 其实还没建起来 那么这个呢 也是它的一个 目前 我认为环境呢 不一定那么成熟的一个 一个地方啊 那么无论任何品牌 它推出的云手机呢 其实都是 我刚才讲的这样一个 同样的一个特征啊 那么 其实也不是华为 也不是第一家推的 我只有知道 之前我就知道 中国的一些提供云端 计算服务的 他们也有类似的 这样的一个服务 那只是说呢 普通老百姓呢 这个也没怎么关注 一般也用不上啊 通常情况下呢 你说 它也不是那么知名的企业 那现在呢 华为来搞这个事情呢 一下子就 把大家的神经呢 给撩起来了 对吧 那么2020年的4月14号呢 当时这个百度的官方 也发布了一个叫做 百度这个云手机的线上发布会 当时是2020年的4月15号 下午3点 那么他当时呢 发布的是基于自主研发的 ARM的这个服务器的 百度云手机 那么这个概念呢 一听上去呢 也是觉得深不可测 对吧 但其实呢 也没那么神秘 那么就是不需要下载云端应用程序 那么云手机最核心的两个字呢 就是网络 所以我刚才特别强调 WiFi啊 或者是呢 你的5G啊 要够好 那么你要么呢 你中端有一台手机 要么呢 你中端有一台电脑 你能够登录 通过网络 能够登录远端的服务器 登录上去之后呢 可能它有个交 它的交互 我没有用过啊 那么它的交互呢 就会出现一个 虚拟的手机 这个在我的概念当中呢 和我们以前在 公司写程序的时候 本地编译出现的这个虚拟手机呢 我个人认为呢 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啊 当然你用起来呢 也是一样 那么网络呢 对于手机自身而言呢 不仅仅是用来浏览内容的 那么网络呢 是云手机获取服务的来源 没有网络的话 云手机就挂掉了啊 因为你没有办法访问 这个远端的服务器嘛 对吧 那么它的所有的计算 它都需要通过网络来传回给你 那么这就是它的 信息高速公路 对吧 马云说的 那么这也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所以没有网络就没有所谓的云手机 那么手机用户终端呢 它就不需要特别强大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联网就行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 我刚才为什么强调这个拍照呀 打电话呀 这个听歌呀等等 因为我们今天的手机 真的已经跟过去的手机不一样了 就是我们今天的手机 它已经不仅仅是说 我们最早的手机 当然就是为了打电话 对吧 通话 那么现在的手机呢 谁说还是用来打电话呢 当然通话是一种方式了 比如说他可能就是微信聊一聊 对吧 视频聊天 云聊天 当然这个也可以打电话 一个发转信 等等吧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两个特征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呢 就拍照太重要了 我就知道很多人手机 这个手不手机不离手 随时就要拍几张照片 对吧 所以拍照是特别重要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特征 云手机的这个概念里面呢 那么你的中端的手机 你还是需要有比较强的 这种图像处理能力呀 这个拍照的AI的算法能力呀 对吧 你的这个拍照完之后的这个 整个它的对图片的这个处理呀 这个还是需要的啊 你不能说都没了 对吧 那这不行的 第二个呢 就是手机它本身的娱乐性的功能 是极强的啊 你无论是你说你刷抖音 对吧 那么这个呢 是视频啊 或者是呢 你刷其他什么东西 当然你也可以说 哎 这个抖音APP安装在云端啊 这个当然没有问题啊 这是OK的 但是你你传输到本地的时候 你在本地播放的时候 你的这个视频编解码的 这些基本的啊 计算单元还是要有的吧 那么你的这个声音总是要总是要 如果没有耳机 你总要能放声音给我听吧 对不对 那么或者是反正耳机接口呀 这些 不管怎样吧 很多这个蓝牙WiFi的连接的这个 它的这个入口 这些硬件模块还是少不了的啊 所以它的一个健康的 现在的手机终端的组成 或者电脑终端的这个组成呢 你基本上呢 这个终端的还是需要的 那可能只是说一些朋友说 哎 我就不需要那么强大吗 我不需要CPU那么厉害 对吧 我也可以用啊 这一点呢 我是同意的啊 也许是OK的 当然了 那个很多人体验手机快不快 好不好用 他其实就滑屏幕啊 打开某一个 点开某一个这个图标 看得反应快不快 刷新闻网上滑的时候快不快 对吧 如果说你这个云端云端的数据啊 比如说刷抖音啊 过来的时候有一点点卡顿 人的人是很敏感的啊 你稍微只要有一点点慢 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啊 那么这种体验呢 其实到底会怎么样呢 现在谁都不知道啊 也是讲不清楚的 因为这样这种性质 就是把你本地手机的CPU 把它给阉割掉 把它给降级啊 这样子一种设计呢 目前至少我还没怎么使用啊 所以我也不确定 它到底会不会真的好用 我觉得这里面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验点 那就是用户实际的体验啊 那么云计算 当然它可以备份用户的数据啊 因为它本身这些数据 全部在云端嘛 所以说把网络上面的 这个服务器上的这个云盘 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接入 你的所有的文件都保存上来 对吧 就像我们以前经常说的什么 这个百度云盘吧 或者是你要入 如果用苹果手机 那么苹果云上面 它也是有各种各样的 什么通讯录啊 什么什么的 那么这些呢 都是一个云账号就可以搞定了 那么这个呢 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 也是一个很传统的 这么多年下来了 对吧 那么同时呢 这个云服务器呢 可以在手机和浏览器当中呢 共同的登录 这个当然没有问题 手机登录就是一个APP嘛 去登录进去 那么浏览器嘛 就是你的电脑也好 在哪里 反正只要有浏览器 有账号能够登录就可以了 这个呢 也是一个 这个我想大家也能够很容易理解的 因为你要登录云端 那么目前提出来的云端 云端手机的这个 云端概念的这个手机厂商呢 其实都具有几个特别明显的特征 特别明显特征 几乎都一样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所有云手机呢 这个无一例外的 都采用安卓操作系统 讲白了呢 你因为安卓操作系统 大家可能习惯于在手机上面 安装好之后 说手机 我买 比如说买个华为手机 或者小米手机 里面是安卓操作系统 当然他自己做了一些二次开发 那么 其实呢 安卓操作系统 它本身就是软件嘛 这个在电脑上面也是可以模拟的 就是模拟器 都是可以的 那么在这个云端服务器上呢 他也是安卓操作系统 那么不过呢 这个这些拥有较强的 这个手机软件 开发的能力的厂商呢 无一例外 那么都对原生的安卓呢 做了大量的定制性的开发 那么以使得这个新系统呢 更加符合消费者的口味 那这个当然没有问题 对吧 其实为什么用安卓操作系统呢 也是因为消费者都习惯了嘛 那么这个也比较简单 那么安卓呢 它的适配性也比较高 所以这个大家看 未来的云手机的概念 基本上都是安卓系统 这也是第一个 当然我不知道 未来华为如果发布了 这个鸿门操作系统 会不会变成鸿门的 这个呢不确定 那么另外呢 就是云手机呢 都全面的内核 这个内置了 这个手机厂商的 各种各样的应用 那这当然是要 内置应用 对吧 那么把它自己的 这个云服务的东西 全部放进去 然后再把一些常用的 这些服务的 这个软件呢 都放进去 那么未来呢 如果说 我们知道 安卓的 它的安装软件的 安装包叫做APK包 对吧 它的后缀 点APK 就是它的后缀安装包嘛 那么这些呢 在这个虚拟机上面 安装呢 都是OK的 也没问题 所以呢 你自己 你可以在它的 应用程序里面 你可以自己安装 或者是呢 你就让 就让这个默认的 有些这个做云服务的 它可能你就直接选就好了 也许都给你装好了 你自己就直接选 就OK了 我觉得呢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呢 这个云端一体化的趋势 会更加明显 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 你在发布一个手机的时候呢 那么各个手机厂商呢 就是说 它把有些东西呢 放在它的云端 做云计算 有些东西呢 放在它的 可能它也卖一个实体的手机 这也是OK的 对吧 你可以卖一个专门针对 这样的一个定制化的 这样的一个手机 也许华为未来会走这样的路线 就是一个 这个一个 一个手机 也就是前面讲的 低配版的手机 对吧 那么这个呢 也是是OK的 就是说 我的低配版的手机 本地做什么 服务器转做什么 双方呢 这个对资源的消耗呢 各方面呢 提前做好各种各样的 这个测算 这样呢 也许它的适配性会更好 否则的话 一定会出现 抢资源的问题啊 那么计算上面呢 感觉像卡顿呀 使用起来不舒服呀 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的 那么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呢 如果大家还不明白呢 我就给大家举一个 最简单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一听 应该就清楚了 什么例子呢 就是 我们都知道 我们以前 就是以前 就现在吧 包括以前 我们买车 开车 一般都是什么车呀 都是这个烧油的 对吧 那么就是这个 加汽油 然后呢 它有发动机 有这个 整个的一整套的 我们现在的这个汽车的 这个概念 对吧 但是呢 这几年我们看到 像特斯拉呀 像这个 这个 比亚迪呀 等等 这种电动汽车呢 开始越来越多了 其实讲白了 这个 都是万变不利其宗 车子要开 需要动力来源 对吧 那么手机要跑 你需要打电话 玩游戏 各种的 你需要有 计算的来源 需要 不管云端计算 还是本地计算 所以呢 如果是以前的 烧油的车子呢 那么它就是在本地 把油 把这些燃料呢 烧了之后呢 为你的汽车提供动力 对吧 把它转化成 这个动能 电能等等 那么如果是 电动车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 发电厂 它不管是烧油的发电厂 烧煤的发电厂 还是水力发电厂 还是太阳能 核能发电厂 不管怎样 它把这些能源的形式呢 变成了这个 从发电厂呢 弄好之后呢 它把它给 冲到电池里面去 然后再把这个电池呢 对吧 电呢 放到这个汽车里面 汽车呢 再用这个电呢 去把它开起来 那么因此呢 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手机 也是一样 每一部手机里面呢 都有一个CPU 对吧 都有一个芯片 核心的处理器芯片 不止一个芯片呢 当然 最核心的处理器芯片 就一个 好了 那么这个芯片呢 就是来计算 你大量的手机运算 对吧 那么手机快不快 就看这个芯片 好不好用 好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 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模式 那么未来这个模式 会不会变成 哎呀 每一个手机都要去 搞一个这个芯片来计算 多麻烦呢 就像现在的 新能源汽车一样 我把这个 生成电的 这个最核心的 计算的这一部分能力呢 全部放到一个 集中的地方去 就是云端计算的 大数据中心去 然后我的手机中端呢 就像现在的 新能源车一样 对吧 你就简单了 你也不用再烧油了 那省了把这个 油转化成电能 转化成动能的 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这样 那么我认为呢 这的的确确可以认为 是未来的趋势 但是呢 怎么样能够让用户体验更好 怎么样让用户接受 对吧 我个人认为 现在还处在一个内测 和实验状态 离我们真正的说 什么颠覆 什么之类的话 那个还远着呢 我觉得呢 这个是一个 必须去这个 把它理清楚的一个概念 说了这么多吧 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讲清楚啊 那么这个基本上呢 就是它 它我们传统上理解的 云端计算 云手机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 华为这一次 所发布的云手机 它到底呢 它提出了哪些概念 或者说呢 它有哪些特点 对吧 那么9月1号的时候呢 就是华为云就宣布 华为首创全球首个 ARM芯片的 这个云手机正式公测 那么什么0元 领取5950元的云手机 等等等等 我觉得呢 这些都是商业概念啊 大家听听就好了 根本就没 就是说 它这个就是云端的 服务器的一个硬件的配置 对吧 那么所以它说价值了 五六千块钱 这个呢 也就是一个商业的 一个说法 那么截止到9月30号呢 华为今年的这个 从3月份首次推出 华为云 闺门手机呢 那么这种这个 这是一种这个云端的虚拟手机 那么搭载呢 这个华为 棍盆处理器 以及安卓系统 那么不需要本地的实体手机 适合长时间大批量的群控使用 群控使用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一个场景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一大牌手机都在那里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使用华为的云手机 可能目前看起来是比较好的 对吧 那么媒体也报道呢 这个说华为云手机公测 等等等等 那么我关注到呢 最重要的一点是 他提到了 每一台虚拟的云手机呢 他的费用呢 是每个月99块钱 这个其实就是他的云计算 他的这个硬件服务的费用 他的硬件使用费用 包括他的服务的费用 那么很多朋友我也看到评论 提到说 你这个99块钱 对吧 那么一年算下来的话 也1000多块钱呢 那么快1200块钱吧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下的话 你想你 你毕竟你还要用5G 对吧 你如果终端还要用5G 那么5G的资费 一年下来 保不起一两千块钱 对吧 然后呢 你还要怎么样呀 还要这个 你不管怎样 你终端还要买个硬件 就像我前面说的 不然你拍照干嘛 你怎么办呢 是不是 那么所有的放在一起呢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 你这个钱我花的 划不划得来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这个很多现在消费者 不管怎样 对吧 我还是 我还要考虑这个性价比啊 这个 这个这一点的话呢 我觉得未来的话 一定也是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么华为的昆盆云手机呢 当然就是基于它的 华为云的昆盆的这个服务器啊 那么虚拟呢 就是前面我们总结的一样 它就是使用安卓的操作系统 那么未来我不知道会不会有鸿蒙 对吧 可能短时间之内还是比较困难啊 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 跟前面说的呢 没什么区别 就是一个虚拟的 虚拟手机 就是一个情况 那么它甚至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就是一个APP啊 就是一个应用 对吧 那么这个手 这个这个云手机呢 对于物理手机而言呢 它是起到了一个延伸和拓展的作用 那么可以用在像什么智能托管呀 还有很多人玩手游 对吧 我要很多手游啊 一起在那里 我不知道啊 我不太会玩游戏 反正呢 据说有这种放外挂还是放什么 反正就是有这样的一种使用 还有一些移动办公等等等等吧 但我看现在看起来呢 它要想把这个 这个云手机这个概念 推广到普通消费者身上呢 我个人的看法呢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啊 那么实际上我们提到 不管云手机也好 还是手机也好 对吧 那么它这样 这些的提供的这些服务的特征呢 它本质上 它还就是一个云计算 就是个云服务 那么和我们平时在阿里云 亚马逊云 什么使用的云服务器呢 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啊 就是对云端计算 云端存储的一个购买和使用啊 那么华为的这个官网呢 它曾经发出一个 这个这个 它曾经呢 也发文章提出呢 华为云手机2020发布 对吧 那么你如果你想做 批量的群控啊 那你就不用大量的买啊 这个实体的手机等等 我觉得通过它的这个官网上的 这样的一个文章呢 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 华为它的这一次的云手机的推出呢 恐怕也不是针对我们正常的 就现在你去 我们平时使用手机啊 等等等等的 去替代这些手机 我认为现在根本就没到这一步啊 那么我这是基于我自己的 这个专业的知识呢 做的一些客观的判断啊 倒也不是说好像这个 对华为云手机呢 没有没有正确的理解它 或者是呢 没有把它说的特别好 对吧 也没有说呢 把它说的特别不好 它就是这么一个云基层的东西 它本质上讲 所谓的云手机 就是一个云服务器 加一个虚拟的安卓的操作系统 对吧 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那至于所谓的不充电啊 什么的 那么实际上 因为它本身就是在服务器上 对吧 在云端上 你当然不用充电了 那么这些呢 我认为呢 也是一个噱头 对吧 而且呢 我看也不是华为官方说的噱头 也是一些这个自媒体啊 反正就是给它说的 因为你这个在云端 去服务器 你见过 我们用这个支付宝对吧 24小时 全年365天 哪一天说服务器会断电的 对吧 那服务器就要稳定服务 那当然不会断电 但是你在你的终端 比如说你用电脑访问这个服务器 你的电脑要不要充电 对吧 比如说你未来买一个终端的手机 就是这个所谓的云手机 你去远程访问你的服务器 你看你要不要充电 当然需要充电 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你现在说一说可以 对吧 有些不懂的朋友听一听 但是你如果真的 未来在市场上去推广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些东西 真的打动不了 这个不是最重点的 对吧 所以关于这一次 华为的发布的云手机呢 我个人的看法呢 也就比较简单 那么就几点 也不吹它 也不黑它 对吧 就客观的看待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传统的技术 加上云计算的帮助呢 实现了整个虚拟化的手机 那么和我们传统的手机啊 需要拍照呀 随身携带呀 等等这些特征呢 特性呢 还是很不一样的 说华为目前的云手机 替代我们的智能手机呢 就当前来看呢 我觉得还是异想天开 华为也只是在探索和内测 我相信未来还是需要做大量的研发的工作 那么离我们生活中的 什么方便的使用啊 这个让消费者接受呢 我觉得还是有很远的距离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未来的云手机呢 是这个华为云手机 加上5G的服务 加上非常便宜的终端 这是不是一个可以替代 现在手机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呢 我个人的看法呢 从技术上来讲呢 是可行的 也许会有一部分的消费者 真的喜欢这样的方式 这个不排除 但是在商业上呢 消费者是不是接受 对吧 是不是真的喜欢 我觉得这是一个商业上的问题啊 那么它本身不是一个技术的问题 所以从现在的报价上面来看 我们前面提到的 那么低配版的手机终端 加上5G的资费 加上你云端计算的这个费用的话 那么这个所有的东西算在一起 它可不是一个便宜的这个费用 对吧 那么它可能比买一个手机呢 会更贵 因此呢 而且在我们现在这个5G网络 还没有完全开通的时候呢 或者说我想在本地手机上 看视频打油漆的时候 其实对于手机终端自身的计算能力呢 还是有要求的 那么等等的因素放在一起的话 我目前还看不出来消费者会有很强的动力 去选择所谓的华为云手机的服务 那这一点呢 我们以后呢可以来做市场的验证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华为云手机的推出 是不是华为有为未来 这个去有计划的去绕过旗舰手机芯片 比如说台积电不给华为代工了 联发科不能卖手机芯片给华为了等等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意味着未来华为解决芯片困境的问题 是全面去推广它的云手机呢 我个人的看法呢 是不可以 或者说呢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华为 甚至是中国芯片产业落后的问题 芯片的问题还是要靠芯片的科技来解决 这里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 那否则呢 你服务器这个大量的云计算的芯片 又从哪里来呢 对不对 你服务器不也得有芯片吗 那么不还是需要自己的研发 自己生产吗 别人不给你做 你怎么办呢 对不对 说到这里呢 大家都知道美国围堵华为的芯片产业 但是特别奇怪的是呢 美国至今呢 没有禁止和围堵华为的云计算业务的 这个这个板块的芯片的获取能力 那么目前呢 华为云计算业务仍然能够获取到美国的芯片 包括像英国的金融时报 他在8月31号的时候呢 也有一个报道 就是华为现在专注于刚刚起步的 华为云计算的业务 那么尽管受到了这个制裁措施的影响呢 但是这个业务呢 现在还是能够正常的购买美国的芯片 那么华为的云计算业务 目前正在向企业出售计算能力 和数据存储的能力 那么包括呢 让企业获得人工智能呀 这个AI呀 云服务呀 这些板块上面 这个也还在保持一个快速的增长 那么报道也指出呢 华为的云计算业务 现在是落后于阿里巴巴 也落后于腾讯 但是在2020年的1月份呢 华为就把他的云计算业务 和华为的智能手机业务 华为的电信设备业务 都放到一个这个同等的地位上 那么这个部门呢 正在加紧提供相关的云计算的 这个能力啊 和服务和产品 那么越来越多的公共云合同呢 也在不断的支撑着华为的这个发展 8月17号美国商务部升级 对华为的限制 将华为在21个国家的38家子公司呢 列为了实体清单 就切断了这个公司 获取商用芯片的渠道 那么禁止华为获取在美国境外 生产的这个美国技术和软件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已经有这个很多的实体清单上 和华为相关的机构呢 这个不能够购买美国的这个芯片了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华为云呢 目前还是可以 这一部分呢 不确定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使得美国放开对云计算方面的围堵 那我想当然可能一个方面是因为 基于这个量级吧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可获取性 因为云计算服务器需要的芯片的量 毕竟和你说一年卖两三亿部手机 对吧 那么需要的芯片的量 量级不一样啊 那么在量级少的情况下 也许在中国市场可能还会有很多渠道 能够买得到啊 那么这个呢 我想呢 恐怕也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吧 那不管怎样吧 今天我们聊的是华为云手机 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华为在这方面的提供的服务和解决方案上面呢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未来是不是意味着它能够更加长久的 对吧 在这方面呢 能够持续的去发展 能够替代现有的产业发展呢 我觉得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但我们祝福华为能够这个走得更好 对吧 那么今天呢 就说到这里 那么其实呢 我特别想说 中国的科技发展呢 已经步入到一个深水区 每一个环节都是硬骨头 都需要真正的本理呢 来进行科研的公关 对吧 那么才有机会来获得成功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网络上各种 有吹破天的胡乱分析呢 都就产业发展的 这个节奏来说呢 我认为呢 这个其实也是不利的 那比方说有人说 这个华为云手机 从此不需要光刻机 一举打破芯片分锁 这个光刻机分锁 这样的重大问题 那我是觉得呢 这个就是胡说八道 光刻机是芯片的生产的高端设备 那么中国高端的制造业的发展 百工百业 未来都需要光刻机 都需要半导体 对吧 那么高端的半导体呢 都需要光刻机来生产 华为云手机和光刻机 实在是没有什么关联性 就算未来所有人都用云手机了 那么你服务器芯片 就是云端计算的处理芯片 不也是需要不断提升它的算力吗 那么更不要说 其他的行业都需要更高端的半导体产品 那么回到今天的主题 一方面 这个大家说云端手机是什么概念 另一方面呢 我特别想强调呢 就是科学发展的这个规律性 不能够聪明反备聪明这个物 整天呢 想着绕着弯子来解决问题 包括目前什么量子计算啊 碳基芯片啊 这些新的科研突破领域呢 都要加大研发 但是我们落后的芯片设计和制造领域呢 一样需要加大这个研发和投入的力度 那么用科学发展观来正面的解决问题 才有机会呢 来取得最终的这个科研上的一个突破和胜利 那么对此呢 今天我们讲的这些内容 观众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